最近贾玲回归王牌的传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一边是翘首以盼王牌家族重聚的呼声 一边是对贾玲事业重心转移的担忧 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将这位备受观众喜爱的女孝心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网络上流传的一则消息说起 有网友爆料称 在即将录制的新一季王牌对王牌中 将迎来一位重量级嘉宾 而这位嘉宾很有可能就是已经缺席了两季录制的贾玲 消息一出立刻在网络上掀起了千层浪 不少王牌的忠实观众纷纷表示 如果消息属实 那真是也轻回系列 期待值直接拉满 毕竟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贾玲和沈腾这对黄金搭档才是王牌对王牌 这档节目最初的快乐源泉 两人一个机智灵敏 一个反应迅速 总能在节目中碰撞出无数令人捧腹大笑的火花 尤其是贾玲 她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和豁得出去的喜剧风格 更是为节目增添了不少欢乐的色彩 就在回归派欢呼雀跃的另一部分网友 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贾玲回归综艺固然值得期待 但从现实角度出发 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毕竟 自从2021年自导自演的电影《你好》 比幻英大获成功后 贾玲的事业重心就已经明显向电影领域倾斜 为了拍好这部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电影 贾玲在筹备和拍摄期间可谓是闭关修炼 不仅推掉了大部分综艺节目的邀约 甚至连一年一度的春晚舞台都毅然放弃了 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 也让她最终收获了超过54亿的票房佳计 一举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面对网友们对自己回归综艺节目的期待 贾玲本人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从她最近几年的发展轨迹来看 她回归综艺的可能性确实微乎其微 毕竟 对于一位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电影人来说 综艺节目所能带来的吸引力 已经远远不如电影创作了 观众对王牌8都是越来越无聊 不好笑没意思 太失望等评价 而上一季灵魂人物贾玲缺席 王牌的笑点直接减半 王牌能够受到大家的喜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王牌家族 尤其是沈腾和贾玲 堪称王牌对王牌的灵魂人物 腾玲组合配合斗包袱的效果非常好 节目中一半名场面都是他俩贡献的 可由于拍摄新电影 导致贾玲缺席了王牌8 所以上一季节目的嘉宾阵容 也变成了王牌家族 加王牌好友的全新组合阵容 王牌家族由沈腾 华晨宇 关小彤和宋亚轩组成 杨迪 唐嫣和沙逸组成王牌好友 此外 节目还邀请了李雪芹 谢南 妮妮 钟翰良 许志胜等嘉宾前来助阵 可这个看起来新鲜又强大的嘉宾团队 却并未擦出火花 除了沙逸 杨迪等人外 其他嘉宾的表现都不尽如意 一些嘉宾没有适应王牌8的节目节奏 在镜头前时 要么放不开 要么完全无状态 比如在超时空通信游戏环节中 嘉宾需要通过声音传递词语 狂风暴雨 华晨宇的表演生动逼真 然而到其他嘉宾那里 却变得尴尬 缺乏传递台词的表现力和默契度 所以这个最能游戏 最能贡献出笑点的游戏 最终早早收场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由于贾玲的缺席 这次节目组特地加入三位女嘉宾 这些女嘉宾中 谢南倒是让青石眼前一亮 无论是游戏环节的笔划我猜 还是一口同声的大考验环节 谢南秒懂沈腾示意的无精打财梗 而且她的情商很高 不仅仅能接上沈腾的话 还能及时应变成 观众可以哄堂大笑的节目效果 可其他两位就表现平平 唐烟娇俏可爱 可在游戏表演环节中 明显带有偶像包袱 严妮参加综艺少 节目中呈现游离状态 难以集中注意力参与游戏 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节目只能靠沈腾来扛大旗 沈腾从开场就频繁与杀意互动 并不断制造各种斗乐场景 在游戏环节中 也加强与谢南等嘉宾的互动表演 可回溯整期节目 沈腾虽然包袱不断 但让人能够记住的 也就那句下巴下巴 大下巴 这个梗 节目最后一个游戏中 所有人都说沈腾是坏人的时候 沈腾一个人跑到远处坐了下来 以前节目中也有类似情景 那个时候都是贾环跑过去 把沈腾拉回来 并且配合抖包袱 可如今就沈腾一个人在表演 其他人几乎都在看 这就好比一个相声演员 把包袱抛出去了 却没有人接 最后包袱只能掉地上 不得不说没有了贾环 沈腾就失去了最好的搭档 她的搞笑功力 也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经常看王牌的观众会发现 在第四季大幅度改编后 之后的每一季节目 基本都沿用了这个模式 而随着雷同的游戏和情怀的贩卖 观众也开始对节目产生了厌倦 就连沈腾都吐槽 游戏千年不换 景儿再不换换 所以对于如今的王牌来说 节目创新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从2016年开始至今 王牌对王牌 已经走过了整整八年时光 对于一个综艺节目来说 很不容易 沈涛曾说过 他最担心的就是 节目有一天没有观众看了 毕竟节目走到一定程度 势必会出现瓶颈期 而对于瓶颈期节目组 需要的是大刀阔斧的创新 努力提升节目的精彩度和创新度 不然等待王牌的 终究只能是 走向草草收场的结局 在王牌对王牌的舞台上 贾玲的表现总是十分耀眼 然而 显为人知的是 这份耀眼的表现背后 是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 每期节目开始前 贾玲都全身心沉浸在准备工作中 他不仅要熟知节目流程 还需为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做好充足的准备 正是这种专业的精神 让他在节目中 多次展现出自己的专业素养 无论挑战多么艰巨 他总能以从容的态度应对 在游戏环节中 贾玲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 他的反应既迅速又机智 总能恰到好处的 在合适的时机 说出最能让观众开怀大笑的话 这不仅让观众捧富大笑 也大大提升了节目的整体效果 贾玲的专业素养 不仅体现在其表现上 同时也体现在 他对节目做出的重大贡献上 他的存在使王牌对王牌 节目更加丰富多彩 成为节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节目录制的最后一期 尽管贾玲因为工作原因 无法参加现场录制 但他仍通过特殊方式参与其中 充分体现了他的专业精神 在接到手机上的一条特殊信息时 他立即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并将这个想法 融入到了自己的表演中这种 即使不在现场 也要全力以赴的态度 让人对他的敬业精神深感敬佩 作为一名出色的演员 贾玲知道如何在镜头前 展现最美好的状态 他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 都经过精心设计 却又不失自然 无论是表演搞笑的片段 还是演艺感人的瞬间 贾玲都能准确把握 让观众的情绪紧随表演者 牢牢抓住他们的心 贾玲的专业素养 不仅体现在个人的表演中 更体现在 对整个节目氛围的 和谐塑造和提升上 他总是能和其他嘉宾 恰到好处地进行配合 使得王牌对王牌 不仅仅是一档搞笑节目 更是一个展示才华和智慧的舞台 正因为如此全情投入 台前幕后的他 贾玲在王牌对王牌中脱颖而出 成为观众们心中 无法缺失的存在 他卓越的专业素养 不仅使得自身呈现的愈发出色 也为整个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贾玲的回归 新一季的王牌对王牌 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呢 据悉 节目组将在保留经典游戏 环节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升级 加入更多与时俱进的游戏元素 力求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节目还将邀请到 更多不同领域的嘉宾 与常驻嘉宾一起 为观众带来精彩分成的表演 和游戏互动 观众们最关心的 还是节目的播出时间 虽然节目组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定当日期 但根据以往的经验 以及网络上流传的消息 第九季的王牌对王牌 很有可能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 与观众见面 届时 我们将再次看到熟悉的舞台 熟悉的音乐 以及熟悉的王牌家族 在欢声笑语中 陪伴我们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